答题继续 请听题 请问瓷器造型 仿字青铜器的 有哪些多选题 请答题 会不会觉得挂耳瓶 有人会不会想到 和青铜器没有关系呢 对 很容易判断失误 第一应该是一个 摇辫的一个瓶 看上去都不是 瓷器常见的样子 我答错了 为什么呢 还没介绍答案 就觉得自己答错了 我刚想起来 这个C是仿青铜鬼的 然后我没选这个C 我选了ABD 我和赵茴选的是一毛一样 他就把这个没选 对 就是这个C漏了 C漏了 对 杜涛选的是什么 A是一个尊 应该看起来 应该叫做天机尊 B的话呢 看这个形质 应该也是一个尊 然后C的话 我知道这个样式 看起来也像一个鬼 但是我的印象中 好像没有有一个词 是叫做防什么的一个鬼 所以我就选了A和B 我选的跟杜涛是一样的 但是卢是不是脱胎于鬼呢 主体的脏性是脱胎于鬼 这道题目看来是有难度的 先问一下我们分赛场的选手 这道题答得有把握的 举手适宜我 好 悟空 刚才赵培老师已经说了 C是鬼 D我们玩头虎经常可以看到 它其实应该是青铜器 A的话我不太见过 但是这种拉尾巴作为支撑 是典型的周潮七尊情尊 常用的做法 而后代它不太可能 再原创一个 所以我猜A它也应该是 模仿了某一件周潮的七尊 所以我把AA选项了 并且认为 这个是比较合理的解题思路 那你提交的答案是 ABCD 宋潮它有一个复古思潮 就是好像特别向往 三代那时候的生活 然后有一大批的文人 就开始以模仿 周潮的一些东西 作为自己的爱好和追求了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 ABCD